热闹的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步行街,喜获丰收的维吾尔族农民,正在下吴子齐的新疆儿童。 3月22号,天山放歌新疆各族人民幸福生活主题摄影展览,在中国文艺家之家展览馆开幕。 近20位摄影家赴新疆拍摄的上百幅摄影作品集中展出,展现当地日新月异的变化和各族群众幸福生活。 一入展厅,映入眼帘的是身着民族服饰的塔吉克族孩子纯真的笑容,这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里格在帕米尔高原一场校园活动上捕捉到的画面。 无论是当地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憧憬,还是我们全国各族人民对新疆的那样一种美好发展的那样一种寄托,一种期望。 另一幅同样展现笑容的作品名为《石榴熟了》,照片中和田地区皮亚勒马乡农民正在搬运刚刚采摘的石榴。 这幅作品出自于当地摄影家阿迪利·纳德尔,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向大家展示新疆人民的真实生活。 我作为一个摄影师在新疆拍了将近30年,我呢就是想通过我的作品一个向外界展示一下咱们新疆好地方,我们现在过上了幸福生活,社会稳定,老百姓安居乐业,把我们老百姓的这个,他脸上的笑容,把新疆的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包括优美的自然风光,想通过我的镜头向全国各族人民,向全世界展现出来。 此次展览共分为民族大团结,边疆好风光,脱贫促发展,文化新生活四个部分。 大部分作品拍摄于2020年9月中国文联中国涉协组织的采风活动。 狄格表示,虽然不是第一次来到新疆,但此次前往,再次感受到新疆近几年的巨大变化。 那么这次去新疆的感受还是不一样,这几年的这个变化是非常非常的鲜明的。 我们这个作品中有其中有那么几组,是反映这个新疆对比的,通过新疆对比的这种变化,能看到新疆的政治,经济,生活,民族团结,生态保护等各个方面的这种发展成就。 我们这次去采风创作呢,也更注重关注表达我们当地百姓的那种幸福生活的状态,和他们的那种美好,发自内心的那样的一种美好的这种情感的表达。 中国社协副主席,新疆社协主席李学亮说,作为土生土长的新疆人,观看这百余副全方位展现新疆面貌的照片,感到深深的震撼和自豪。 我看到他们教育,原来我们马背小学之类的那些很早的这儿,现在不是了。 哎呀,那个小学生的教师啊,老师师之列都很健全的。 而且这个,咱们这个居住环境,现在全是楼房,而且有些就是农村都是小院, 小院都还盖着二层楼,像别墅一样,都特别好。 最大的变化就是交通,你看我们现在每个县几乎都有机场, 而且村和乡之间全是白油路。 我生在新疆的,长在新疆的,就这些变化哦,就突然来的,感觉是。 我就觉得新疆很好,我永远不离开。 据介绍,本次摄影展将持续至3月31号。